OK从这张开始呢 我们就正式进入开发接口 开发接口呢 我们只是把接口开发完 然后数据库还有登录 我们先不要考虑 先一点点来 因为内容比较多 所以说我之前说过 不要以为这个项目 看着界面那个样子 比较简陋 就以为的很简单 其实不是那么简单的 首先我们这一张开发接口呢 我们这一部分是不使用任何框架的 用原生的Nodgis去开发 绕过任何的框架 这样的话我们就直接能接触到 Nodgis原生的API 然后知道一个web server 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 其中一些底层的原理 我们都会了解到 这一部分呢是接口的开发 接口开发就是针对于我们 上一张技术方案里面 讲的那个接口 那些接口该怎么办 首先开发之前呢 我们肯定要先了解一下 Nodgis如何处理HTTP请求 因为接口呢 就是前端发送HTTP请求 到Sero端 然后用Nodgis来处理 对吧 我们先把这个简单的了解一下 然后呢是单级开发环境 因为不用任何框架嘛 对吧 不用任何框架的话 我们什么开发环境 都得自己去搭 然后简单的搭一个 搭一个之后 我们就可以做了 然后最终的目的呢 就是我们要实现 这个接口的开发 但是暂时不连接处理库 暂时不考虑登录 就是我们先去返回一些假数据也好 返回一些自己随便写的东西也好 总之是能把前端后端给调通 然后把接口给做出来 我们可以先不考虑数据库的问题 也可以先不考虑登录的问题 但是先把接口做出来 让前端能对接好 这是我们本章的一个最主要的目的 这个做完之后呢 我们再去连接数据库 然后数据库做完之后呢 我们再去考虑登录的一些事情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看一下http请求的概述 这儿呢 我们先不具体的 我们先想一下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呢 面试的时候也经常会不会问到 就是从输入URL到 显示页面的整个过程是什么 就是从浏览器输入一个地址 然后回车到显示页面的整个过程是什么 大家可以想一下 这个也是经常面试要考虑的一个问题 好 那我这总结的简单分为几个步骤 第一个步骤就是DNS解析 建立ttp连接发动atp请求 这是客户端来做的 就是我们浏览器来做的 浏览器我们输入一个地址 比如说输入百度.com 然后它要进行DNS解析 百度只是个域名对吧 解析完之后呢 我们要解析到一个真正的IP地址 IP地址对应的一台服务器 然后呢 客户端和服务器之间建立这个ttp的连接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三次握手 然后再去发动atp请求 发动请求 然后第二步呢 是四个端接受的请求 处理并返回 这个第二部分呢 就是我们本节课 要讲的一个重点内容 我们NodeGIS是做所有端的 对吧 我们自己是作为所有端开发 怎么去接受http请求 怎么去处理这个请求 怎么去返回 返回什么样的结果 这是我们本次课程 或者说本次项目 最主要的一个内容之一 然后 靠户端接收到返回数据 就是所有端返回了嘛 靠户端接收到返回数据 处理数据 我们这儿的靠户端 主要指的就是浏览器 浏览器比如说 接收到这个HTML之后 渲染页面 接收到CSS之后 可以去绘制页面 接收到GS之后 可以去执行GS 然后 它可能会影响 一些其他东西 可能会重新再渲染页面 不管怎么样嘛 这些都是客户端做的事情 第一个是客户端 浏览器做的事情 第三个呢 是客户端浏览器做的事情 但是第二个呢 是我们的四个端 所做的事情 所以说第二个 就是我们本次课程的 一个核心内容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看一下 这个实例的演示 就是我们光讲啊 刚讲这三句话 其实没有任何的直观的感受 我们这儿呢 可以简单的去看一下 就是我们所说的几个过程 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们打开有浏览器 然后访问百度.com 我们就拿百度为例子吧 因为这个网站访问比较快嘛 然后我们就刷新一下 然后我们打开这个谷歌的控制台 然后到这个Network这一块 就看我的鼠标 Network这一块 然后我们选中这个out out里面的第一个呢 就是这个 三达六件百度.com 就是我们要加载这个 大家看这个preview 啊 Response 大家看一下 这里面呢 就加载了一坨 这个前面的代码 对吧 这个就是加载页面 好 那我们就看一下 第一步 我们说是DNS解析 什么叫DNS解析呢 就是我们输入的是一个 百度.com的一个域名 对吧 这个域名我们要对应的一个服务器 大家看一下 这儿有一个remote address 就是远端的地址 远端的地址就是这个 这个19.75.217.26 4.3 因为它是用了ATPS的一个安全协议 然后4.3是ATPS的一个默认端口 ATPS的默认端口呢 是80对吧 通过一个域名就解析到了一个IP地址 这就是所谓的DNS解析 百度这个产品比较大 全国各地的用户都有 所以说每个人看到的地址 可能是不一样的 这个很正常 你可能自己今天看和明天看的地址 可能也是不一样的 这个都很正常 然后这个DNS解析该怎么做的呢 浏览器是怎么做的呢 它一般分为两个步骤 第一个步骤呢 是浏览器或缩手系统 本身是有缓存的 比如说百度.com这个域名 可能是有缓存的 如果是浏览器或者说浏览系统的缓存过期了 或者说没有 或者说第一次访问也没有缓存 这一些情况呢 浏览器或系统都会去域名公文商那里 去通过这个域名 然后去它的DNS服务器去换取IP地址 这块我们就不再去详细的去研究了 这块更多的是一些网络层面的一些内容 好这样的话 就是客户端找到了IP地址之后呢 它就会进行这个TCP的连接 就是所谓的三次握手 这个连接怎么连接呢 我们这儿暂时浏览器是看不到的 但是我可以简单的说一下 就是这个三次握手我们经常会看 就是客户端我们本地和这个IP地址 就是找到服务器之后呢 会进行第一次握手 第一次握手呢 就是客户端学问服务器 你是否可以用 然后第二次握手呢 是服务器告诉客户端自己可用 第三次握手呢 就是客户端再次告诉服务器 我知道了 我接下来即将访问 这个细节我们就不再探究了 这个三次握手完成之后呢 我们就开始发送这个ATP请求 我们把这个general给它折起来 general里面就是发送的这个URL 对吧 然后发送的这个方法是get 然后返回的是200 对吧 然后接下来这是这个地址 然后general折起来之后呢 这个response我们先不看 然后我们先看这个request request呢 就是这个请求嘛 对吧 请求就是说 客户端往这个服务器发送的内容是什么 大家看 有这个headers 然后accept还有什么东西 然后accept ecoly accept language catch control 等等 这些什么cookie lunchbox 这些host 是什么东西 然后refer 是什么东西 user agent 是什么东西 这些就是浏览器这个客户端向服务器端发送的一些信息 这个信息呢 是Chrome浏览器给你格式化好的 vue sauce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文买代码 其实发送的就是这么一段次欧串儿 当然这个换行大家要注意啊 每个接触之后都有换行 这么一段字欧串儿 然后就发送给了服务器 除了这个headers之外呢 我们发送的肯定还有这个unl 对吧 我们向这个unl去发送 然后通过guide请求去发送 然后呢 发送的信息里面呢 那个头包括这一些东西 具体这些东西呢 我们就不再去讲 像这个什么accept还有什么catch control这些都是http的一些内容 像cookie cookie我们在后面讲登录的时候会讲到 然后useredit呢 我们后面再讲那个日志记录的时候呢 我们会讲到啊 其他的这些都并不是那么常用也并不是那么重要 而且都是http的一些基础知识 所以说我们这儿不再去详细的去讲 总之是我们客户端向这个地址通过get方法发送了一段请求 请求的头部呢 有这么多信息 这些信息就告诉了服务端 这个客户端它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有什么要求等等 有什么信息等等这些 好 那我们折起来 发送完之后呢 下一步是soro端去处理请求 soro端是什么 就是这个IP地址的这个服务器 对吧 它怎么处理的 我们知道 我们不知道 你如果知道的话 那你就比黑客还厉害了 所以说我们要不管它 接下来我们在做自己的项目的时候呢 这块也是我们自己去实现的 我们实现完之后 别的使用者也是不知道我们后台是怎么实现的 所以说我们不管它 然后作为一个黑客 然后soro端处理请求 反复请求 它反复的是什么呢 你像发送的是一个request 对吧 发送的是request 返回的就是response 这两个词单要注意 request和response request是发送 response是返回 request一般会用req这三个字母来解析 response一般会用res这三个字母来解析 这个后面我们写代码的时候会经常用的 好 我们看一下response有什么东西 response呢 这也是有个头 对吧 也是有个头 然后呢 头里面呢 有这么多蓝发送的东西 然后这些东西呢 也是http的一些技术知识 像这个什么cookie的一些我们后来会讲到 其他的这些呢 都我们暂时先不讲它 除了这些之外 我们response的还有什么东西呢 这是一个头对吧 这都是头嘛 然后response的还有一个正文 就是这个response里面 response里面 大家看它反复的是什么东西 它返回的其实就是一堆HTML的字符串 对吧 然后返回完之后呢 客户端拿到HTML字符串之后再去解析这个内容 为什么我说这款返回的是HTML字符串呢 因为在这个返回的头里面 大家看一下 它这个有一个content type 就是返回的时候有一个内容类型 它是一个text的HTML类型的 这样的话就告诉了浏览器 我返回的这一套东西 它其实是一段HTML的代码 它不是一个纯文本 然后这里面呢 它还设了一些够的东西 这些我们后面讲登录的时候会讲到 浏览器接收到数据之后呢 它就会去解析这个HTML代码 对吧 解析完之后呢 它就会去渲染 它怎么渲染呢 我们就先不管了 渲染完之后呢 出来页面 出来页面之后呢 大家看出来页面之后呢 它要去加载图片 对吧 加载图片 然后去加载GS 加载GQuery 加载什么CSS这些 所以说又会是一个HTML请求 对吧 加载完页面是一个HTML请求 然后加载图片又是一个HTML请求 然后图片 然后GS又是一个请求 对吧 然后图片是个请求 然后这是个什么 这是个图片 它可能会通过这一个网页 加载很多请求 当然请求越少 肯定是性能越好 对吧 对于百度这个网页来说 它只有这么几个请求呢 说明它的性能优化 已经算是比较好的了 毕竟是百度的首页 对吧 好 那我们这节呢 就把HTML请求 这个内容呢 简单的讲了一下 通过这个讲解呢 我相信 对后面的NOTOGS处理请求 会有所帮助 大家这块 最好是去了解一下 要不然的话 你在后面写代码 就有点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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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